哈囉,大家好,我們是與你分享 SS Family商品開箱時間 這一家叫做SFC SHOP 因為他說拆封前請全程錄影 好吧,這次買了有點大包 那不然我們就來拍個小影片 記錄一下我買了些什麼東西好啦 其實我平常真的不是一個 非常喜歡看直播買東西的人 因為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但是有時候就無聊轉到 欸,你覺得好幾件都好看 那不然我接下來的這幾場 我就會都看下去 然後直到它最後一天播的時候 我就會待一週一起結單 然後再一起買回來 這是我的習慣 好的,明細寫著了 我這次購買了八件商品喔 而且我衣裳中好像都是短袖的 雖然現在有點冷的冬天 但是沒有關係 先把夏天初清的買起來 第一件 欸,我才說我買的是夏天的 結果這件是冬天毛衣欸 高棒針織包心紗 可愛點點大學梯 欸,好像沒有想到這還大件喔 但是沒關係,應該穿得很舒服喔 第二件是 震寒可愛熊熊一焦側開 插慵懶寒梯 咚咚 第三件 內大衣 柔軟增織包心紗船領上衣 第四件 正寒立體刺繡蘇打餅乾 含梯 登登 登登 第五件 水洗停板潮寫字母側開叉 慵懶寒梯 我這次買的蠻多都是偏黑色的上衣喔 因為呢,我最近呢,也是參加一個舞蹈課 我發覺不宜穿得太花花綠綠 這家老師會太注意我 所以我還是穿的那個低調一點喔 所以選了蠻多黑色的 包括這件也是喔 穿得稍微素一點點 第六件 我最喜歡的正寒立體刺繡 可愛珍奶寒梯 這件我有買過黑色的喔 一模一樣的 我很少同一個款是買兩件 但是因為我本身是珍珠奶茶代言人 就是非常非常愛喝 所以呢,我看到這個圖案 其實它已經過了大半年 我又再買了一次換顏色了 買了一個白色的 第七件 也是不能遺忘 我還蠻喜歡的 粉紅色 這件叫做正寒水洗棉料酪梨寒梯 雙袋厚交叉 美背小可愛 就是這八件囉 報告 八件已經收集了 開箱拆封完成 貨物相當的滿意 裡面 也沒有什麼瑕疵 沒有什麼問題喔 其實我平常在看的直播台沒有很多 很忠實看的大概就兩三家 那偶爾家看一兩家 就這樣子 有時間的話我就會專注的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SFC他們家呢 我有特別問了一下老闆娘 為什麼取名這個名字呢 他就說他們家的衣服就是 平價 時尚 百搭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夠選到一個日常生活 就能夠穿的非常好搭的衣服 我覺得非常對 非常符合我的理念 我平常就是喜歡穿的簡單 輕便輕鬆就好了 所以他們家呢 不會有那個過度浮花 過度花花綠綠 實在穿不出門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一個天天穿都沒問題的唷 而且質料材質都很好 基本上呢 都是偏綿質比較多唷 我穿了這一兩年下來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也不容易喜歡起毛球 總之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但是呢 我覺得最難的是 每次我看直播 遇到那個契單出清場的時候 因為觀看的人太多了 我搶衣服都搶不到 那種超便宜超便宜的 真的讓人有點遺憾 所以拜託 遇到那個出清場的時候 大家不要跟我搶 讓我買 讓我留言 讓我搶大衣服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 最後感謝大家收看我的廢話 直播網購小開箱 哈哈哈哈 我們希望你分享SSFamily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囉 感謝大家 掰掰